前首相马哈迪恭喜安华出任马来西亚第十任首相 马哈迪在社交媒体发布简短的两段贴文 恭喜安华任相 他也祝愿安华成功 马哈迪和安华有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 马哈迪在1983年邀请安华加入政坛 安华之后平步青云 最高峰登上副首相与巫统水里主席职位 并曾经担任代首相 不过马哈迪在1998年隔除安华 安华更因为赌持和刚交罪入狱 两人在2018年兵士前嫌 联手推翻国政政权 但是在西盟入主不成后 马哈迪拒绝履行承诺交棒给安华 最后西盟政府垮台 今年11月19号全国大选 由马哈迪领军的祖国行动联盟惨遭划铁卢 168名候选人全部丢失按柜金 包括马哈迪父子也被选民羞辱 经过四天的成绩后 马哈迪通过社交媒体开枪 直言对选举结果感到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